创世牧师 创世牧师 创世牧师还有牧师娘 还有各位弟兄各位姐妹 大家早 早 我是马克 如果你觉得你年纪比我大的话 你可以叫我马克 如果大概年纪跟我一样 或比我小的 可以叫我狼哥 那个年纪距我很远的 可以叫我马克叔叔 那今天奉我老婆之命 站在这里 本来我是个性内向不喜欢 在公共场合讲话的人 那今天 我的题目就感恩的心 那我会分享两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感谢 教会长期以来对我们 家庭跟小孩在这里 一个健康成长的 过程感恩 第二个就是感谢在座有很多 小组为我们 在这一次到日本去50天的 这个计划 为我们一直在祷告 那我今天就用 Judy说还要有金姐 加在里面 所以 我就有12个金姐 会在我今天要分享里面 那 基本上 基本上 我在这整个过程中 我刻意拿我们 教会里面有四个 这一次有跟我一起到日本去的 那个Ken Tina 师徐还有 还有那个杨姐四个 那当然还有好几个 但我没有办法一一 去说明 不过 这个故事呢 要从N年以前的一个礼拜四的 第一个 四月的第一个礼拜 就像今天这样 开始 诶 怎么会刚刚好 我也不知道 四月份的第一个礼拜 我们开始有雨球 雨球 这个团队呢 我们去打雨球开始 那事实上呢 我跟Judy来到台中 大概是2000年雪梨奥运 那我们就到 我就移到这边 然后一边工作这样 那我们 底下 第一个金句呢 是我在教会里面 第一次把一本 这个圣经读完 教会给我们一个证书里面的一句话 那我一直都放在大脑里面 跟大家分享 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莫想 这个人便有福的 它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 按时令结果枝 叶子 令结果枝 那叶子也不够干 还它的所有的作为都尽顺利 我很感谢主带领我们家庭 虽然我们在这个整个过程中 遇到很多的麻烦问题 但我们都是平安顺利的 然后喜悦的走过去 那这一个呢 就是家庭在这里成长 那我很简单的很快 我们下不下不 好 那这个是我们小朋友 在这里参加主席的营队 那我们在乐坛里面 你看到这个小朋友 还很有 有生有色的 有提圣火的 有运动员宣誓的 还在里面有游戏的 小孩子在一个 教会里面这样成长 那当然我们在周末 有来主日 那有儿童营会 有很多 那我只是举几个例子 那再来就是我们团队呢 有到大金登山去面 那一段时间我开始到教会来 是从录影开始 在1月1号的录影 是Apple Apple不知道在吗 这是她的生日 那我们这个有一些 现在慢慢年纪也大了 这个大概十几年前 十年前左右 我们这个女性同胞 在那边叽叽叽这样 哇 那我在上面 这个是我 我在上面看 那当然还有 还有几个 我们这些小朋友 就跟我们在暑假在游泳 他们事事都会 那这一个呢 第二句呢 我叫 凡事互相效力 叫爱审的人得益处 我这个是一直在我大脑里面 这个就不用看 我就可以记起来 那我们就在办了一些营会 然后在日月坛 那我们也组队去参加比赛 这个算是全国性比赛 虽然我们没有得名 但有一个好处 就是我们的牧师呢 去接受访问 那个影片还在 那因为我们做了这些事 那我们也参加活动 但这个都不是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要迁移到这个地方 第二个感谢真的是 感谢教会人 一个案子 这个培训呢 让我带大概37个人到日本 要有两个团 第一个团呢 21个人要在那边7天 算6天5夜 那第二个团16个人 要去那边当教练 也要当准备考照的人 在那边要待50天 那这一个呢 如果你有旅行的人 你就会知道以前呢 我们是两个点 有没有中间有两个点 那两个点是一个叫仙台机场 到我们的学场 大概要一小时 40分到两小时 那再早期呢 再更早的话 我们曾经包机到那边 在旁边花卷 大概30分钟到40分钟 那这一次我们怎么去呢 我们必须要去抢票 然后从东京 然后从最底下 右边这一点 要到上面 要坐巴士坐7个小时 那你看喔 我最主要跟大家讲的就是 我们在这一个团里面呢 大概怎么一直遇到问题 这样 所以 这个是我在第三个 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当你遇到问题困难 你把它当成是一种试炼 那你应该喜乐 因为你经过这个过程呢 你会成长 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你不会觉得 一直在那边骂来骂去 或骂自己或怎么样 为什么怎么这么倒霉 会遇到这个事情 那 第二个部分我自己认为就是说 我如果受到试炼 那这个人有福了 那等一下我会告诉你 我有多少的试炼 那第三个呢 我相信神给我们这些试炼 是我们可以忍受的 那在试炼的过程中呢 他一定会指出你一条路 然后让你可以忍耐得住 所以不要担心 所以你要正面思考 这是我在大概十几年前 我开始领悟到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从开始要组这个三十七个人的团呢 这个就很难了 很难 非常难 那后来真的是有三十七个人跟我们出去 那到最后也到了日本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 这一个团里面 因为来自于三十七个家庭 每个家庭都有不同的问题 那不同的状况 那我要一一的去克服 其中有一个呢 在我不知道的状况下 那一个人有高度的忧郁倾向 那个时候我 他们就是学生避开 因为我有补出他们 一个人补出两万块 他一马想要到日本 二马想要去滑雪 那都没有告诉我 等我快要出去以前大概一个礼拜 我才发现说 这个人我怎么一直都没有接触到 因为出去的人我一定要去看他们 但最后我就找了他父母亲 各方面谈一谈 然后出去也没有发生事情 但那四天我真的是好紧张 但后来一直祷告 那感谢主 让我们就这样 这一组就回去了 那第二组等一下我也讲 那我稍微谈一下我们这个计划 我们是从2016年到2023年 其中有两年是 有两年是那个 疫情没有办法去 那我们现在我要谈的是2023年 这个是人才培训计 后来慢慢的变成 这个也跟 我本来不想讲 但我想跟大家分享 因为有很多年轻人 那这一个呢 是我们的一个斜杠青年化的计划 就是说他们如果去拿到证照的话 这个上面这边 二三四五 就是你交 那你就可以有收入 那16呢 就是第二章 就是你拿到 像力衡也有拿到 那个领队导游 像CAN就 国际的 就是外文的领队导游 所以第一天跟最后一天 他是有收入的 这样的话慢慢的 你要有其他的 其他的能力 例如说多元能力发展 这边他们可以 因为他是教练 他可以share 他可以卖 卖那个 夹锅啊 雪板啊 雪具啊 然后手套啊 这些他都可以卖 但他要去学怎么样销售 那他要建立自己的IP 你知道吗 那要经营他的粉丝 但他教的人 他都要把他顾好 所以他要学习 那个运动资讯 去摄影 拍照 剪辑 后制 这个算是他的能力 这样 这样懂得我明白吗 但他 我希望他们有多元收入 但慢慢变成被动收入 不是打工 好 这样的话 把自己的能力 都调整完以后 慢慢变成工作室 在右边那边 有没有ABCDE 那我如果前面 我是滑雪的头 那我下面带 带五个裸裸 就是我底下的助理教练 那这样的话 你是不是变成一个领导者 好 慢慢的呢 你建立了一个系统 滑雪是ABCDE 那第二个呢 他们最近也很聪明 就跟我讲说 老爸 我跟你讲 我们暑假准备要去考 潜水证照 帮我们安排一下 那这个他又有 如果我们让他拿到 国际的潜水证照 他又有第二个专场 像这个比较厉害的 他已经去拿了SUB 那个现在很夯的 很多那个网红 穿比基尼 在那边滑那个 那个也很红的 那这样的话 慢慢建立系统 他们可以 我们希望说 这些年轻人 慢慢可以财富自由 这个 这个是一个概念 所以 基本上呢 我们的年代是被制约 因为那个年代不一样 那个年代是 我只要找到铁换碗就可以 公交机关 现在公交机关的铁换碗 跟现在社会经济好像 收入跟那个 社会通膨的状况 好像有点 有点出入 所以你需要可能 你的职业以外 需要有另外一个 可以 有收入的 一个 知识 经验 征照跟技能 所以这个计划 就在我们这边出来 那这个晚了 要下一个就是 马上我要做的就是 线上线下的 这个 创业 创业的这一个东西 创业的公司 这个我们要做产学合作 那这个跟大家谈一下 刚好这里 让大家知道 好 那最后呢 我们这一个团呢 我们有 其中有14个人 有15个人 拿到国际证照 那你们知道这个有多好吗 这个 加拿大的这两个 国际证照呢 可以在全世界所有的学场 你都可以 只要老板要要你 你就可以在那边交 可以交交这个滑雪 那这里呢 又回到前面 我们不晓得 我们这些小朋友在这里 运动会 会到最后 会变成怎么样 结果呢 我很感谢他们四个 我这一次都要靠他们四个 帮我把这另外的 这些小朋友呢 一码 英文翻译 二码 教他们snowball 三码 教他们ski 那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 事实上这一次去 我大概认为八九个会过 那其他大概都会被当掉 但我们就是 刚刚judy用了我一句话就是 一个人走呢 可以走得很快 一群人走 可以走得很远 所以我们就一群人 带在一起 所以 这样晚了以后 事实上我们遇到相当多的困难 在过程中 这十几个人 有一个人呢 前面两个礼拜 我们基本上我们预计四个礼拜 让他去考照 结果有五个人呢 没有报名上 几乎全世界的人都到那里 报名考这个照 那我们五个呢 后来沟通 感谢主我一直祷告 那让他们去报名 那报名剩下十五天你知道吗 这十五天里面又有一个人呢 去没有多久就开始咳嗽 然后整个晚上再咳 白天也在咳 晚上也在咳 咳两个礼拜 那还要接受训练 那还有一个呢 这个膝盖啊 第二天 那个膝盖啊 你知道吗 长啊 大概五公分 宽啊三公分的那个起水泡啊 整个大你知道吗 他根本没有办法划 而且他是大概是我认为是我们 整个团队里面最有待加强的人 结果他没有办法划 所以再来就是有好几个人呢 没有好几个一两个 就有点 就像我这样这种人就是 我也去划嘛 这个酸啊 这边酸那边酸 每天酸到真的是不行 所以 我在我大脑里面呢 每天早上就是 每天都很累了 七点就睡觉了 每天早上三点起来 等六点呢 我要去泡汤你知道吗 在泡汤里面每天祷告 说拜托啊主啊 协助我一下 但第一句话一定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好那我很感谢他们四个 他们四个 事实上我也很担心 尤其是 尤其是思许 你知道吗 他前三天要当教练 前三个礼拜要当教练 最后第四个礼拜呢 他才能学snowball 你知道吗 一个 那还有Can呢 他比较好 他多了一两个礼拜 那这个时候呢 我就没办法 我只能找一个 没有国际证照的杨姐 来教他们两个 感谢主喔 这个杨姐就很厉害 他就把他们两个交会 也让他们通过了这样 那这里呢 他们两个呢 他们两个 知道他们两个先拿到Ski的证照 那这一次呢 他拿snowball 所以他们两个 现在是很厉害的人 就是双七Ski Snowball都会 只要你团来 你们抱哪一项我都可以教你 很厉害的 所以这里呢 有一句话 刚刚就是那两个 一个咳嗽的 一个 嚼齐水泡的 有一个 有一个 有一个金句 我想跟大家分享 你在早晨就要播种 不要到晚上 不到晚上 不可歇手 因为你不知道哪里有成果 一般而言 我们看到他们两个啊 或者看到 Ski 我看这个 就已经不行了 但不能歇手 你就一直要做 坚持 这个奥运的一个精神 就是永不放弃 坚持到底 如果你认为这件事情 就对了 那忍受试探的人 是有福的 因为他们经过试探后 必得生命冠冕 这是主应许给这些 爱他的人的 那戒指 戒菜种 这个十分为小 他代表极小的东西 不过他长大的时候呢 可以三到五米的高 而且呢 枝子茁壮 看起来 仿佛是一棵大树 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几个呢 在运动会里面 小小的 尤其是杨姐 尤其我们在游泳的时候 我记得第一天他下去的时候 他们几乎全部的人都在游 他就在 他那个时候很小 就在旁边就 他说 因为他脚踩不到 水池 你知道吗 他脚旁边那么那么 我拿起来 那样子 那今天他变成一个大咖 我给你保证 我给你保证明年 他一定会拿到Label 2 Label 2 我给你保证 如果他不受伤的话 好 刚刚讲得很好 对不对 你不要以为这些都在仇用 你看 你看中间那一位是谁 中间那一个 那个是 我们四点半就关门 那个Gondola跟Lift就 就关了 他们就要进来 进来就洗个澡 或者是在那边等 等六点要吃饭 他是在那边等吃饭 大概五点的时候 在那边等等等等等 等他就睡着了 那左边那个是Can Can因为要下山去买一些零食 或怎么样 在车上也睡了 那Tina更扯的 在训练过程中 在Gondola 就是那个乡车里面睡觉 那Tina是我们整个团队里面 协助我们在英文教学上面 另外一个部分就是 老实讲我们很没有把握 最后我们让他去充Label 2 Label 1跟Label 2是两个等级 不一样的等级 那他在我们在前面去小叮当的时候 他只要滑两个小时就躺在旁边 就不能动了 那他每一天要去训练的时候 要滑四个半 Label 1要五天 然后Label 2将近要十天 那我最担心他的是这样 那我向各位报告就是说 上面红色的就是记录我们 就记录Tina滑多多远 那大概20到25公里每一天 就那个学厂下面是学厂 上面就是已经滑过的点 20到25公里 四个半小时 那我想呢 这里我就用一句话 我们常常在我们运动员上面 就是胜利或赢 那在我们教会里面 常常用的名字叫得胜者 那这里我认为就是 得胜呢 就是要解决 得胜者就是解决问题的人 他们成功的秘诀不是在于永远成功 也不是不会遇到问题或遇到挫败 我希望你们把它应用在你的周遭 他们的秘诀是在问题里面 压力里面困难里面挑战里面 用什么态度来面对 所以我回到我刚刚讲的前面那三句话 就是你要大喜乐 你要去想办法克服他 那克服他你就成长了 这是人生体验中是我 大概有一二十年 最近一二十年我体悟到的 所以你应该要大喜乐 就跟大家分享 所以最后呢 我想呢 还有一个我们要一直祷告 一直祷告 那我们家 刚刚感谢Judy 既然他要三到五分钟 他用了十一分钟 我 因为我比较好 穿着给我十分钟 所以我快快还有三十秒 那 基本上呢我们 春庚夏云秋收冬场 无论你做什么事需要一点时间 你不能说你现在祷告想要求的 又马上实现 基本上我个人认为有可能 但基本上呢你需要忍耐 就好像农夫在里面种田一样 而且你要等到那个秋雨春以来 那他们才会成长茁壮 所以那有点 要有一点点时间 但如果他没有应允你的时候 你要告诉自己 这条路不能走 他虽然他关了一扇门 他会开另外一扇窗给你 所以这个是我第十一个经济跟大家分享 那最后一件呢 是运动员最喜欢的一句话 也是我自己最喜欢的一句话 一直都在我心里面 就是忘记背后努力向前往标杆直跑 好 谢谢大家